大家好,我是尔柴 接下来继续分享第三位同学的书 这是第二集了 有不知道的同学看一下第一集的开篇介绍 我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 简单的说一下 是我以前很多年前购买的一些书 一直压箱底 最近在做断舍离 发了朋友圈 有很多同学需要 我就给他们免费送给他们顺风道富 在发出去之前 我先做一个记录 做一个纪念 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第二集 这位同学是四本 先说第一本 穷爸爸富爸爸 这本书一共有三本 一套三本 那两本书让我给卖了 从一个APP上卖的 但是这本书它不收 不收我就送人了 这本书我没看过 那两本书我还看过 看来那个APP还是很智能的 看的 有人看的书它才收 39块8 罗伯特清奇 我记得是这个名字 作者呢 罗伯特P清奇 这本书是我刚上班的时候买的 好像是2001年 还是02年 哇 这本书好新啊 都很难翻开 我觉得 它那两本还是不错的 这本书有点厚 好像是他们出的第三本 做过度介绍 第二本 正在爆发的营销革命 社会化网络 营销指南 这也是一本国外的词 为什么营销是诗的 我没开车 它的价格是39块8 我看我什么不买的 我这样 够于卓越 你说它有卓越 它不叫雅玛星 2010年10月26号 正在爆发的营销革命 社会化网络营销指南 这个书签 这个我们做了一些笔记 后半部分烂了 也就看了一分之一 第三本 十一柱自述 我的营销心得 说实话 这本书我还真看完了 价格是42块钱 这是它的一个传记 说了它是怎么成功的 怎么失败的 然后又是怎么成功的 具体就不做更多套路 这是中国移动送给我 一个很明信片 其实我还有很多书 比如说那个圈子圈套 还有天文八部之类的小说 还有一些国外小说 这些我都没卖 也没送人 因为我感觉 那些书以后 可能还会看 就算我不看 我还可以送给我女儿看 等她长大了再看 现在想想 这种书 或者是 这类的书 或者是 这类的书 还真不如天龙八部 金庸小说 至少说看这种书 能看得进去 能有快乐 看这种书 刚开始是为了一些目的才买的 结果买了以后 以为这里边的知识就是我的 但是并不是 因为还没看 就算是看了 也不一定是你的 因为那里面的知识 不一定是知识 不一定能转化 不一定能用得到 仅供参考 所以说以后要买书 还得是 要慎重 希望大家以后 在买书的时候 要看看我 想想我录的这个视频 将来是怎么扔的 第四本 人脉是画出来的 用曼陀罗提升你的人脉经营力 看这小棉起的多好 但是没有印象 介绍了一些工具 哪里呢 人脉 估计也是我创业的时候买的 那时候不知道你经营什么 于是就买了一本 还真是 2008年1月1号 第一次印刷 好 这位同学的 放一边 这是另外一位同学的 一共有三本 先来第一本 开卷就炸 PSP4.0 时尚编程百例 我不确定这本书是我买的 有可能是我同事的 有可能是他从别哪里借过来的 我不记得我买过这本书 是2001年4月第一版 PSP4.0 2001年如果有这本书的话 我估计当时我也会学 因为2001年那时候 这种的书非常少 那时候还大部分都是 叫什么ASB和ASB.net 我记得我在2002年的时候 还学过 在新东方学过ASB 他们还有学 是CHR的就是ASB.net 那时候关于Linux 还有PSP的书很少 基本都得靠国外的资料 我还和一位同事 我还和一位同事那时候装过一个低优的还是二优的一个机架式服务器 当时全靠书 我还记得他在考那叫什么微软的MSCE认证 人家NT4.0 NT5.0 还是Windows2000的认证都过了 很牛的一个大神 我当时是为了想学PRP 他说你就看这本书吧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再然后就压箱底了 然后就送人了 35块钱还一个CB 再看看这本书 这本书说来有意思 Flash 5 十项全能 Flash 那是我的字 怎么是这么瘦呢 2002年 我还在第一家公司 12月4日 北京海淀图书城 那天雾比较大 12月份嘛 北京这边还是挺冷的 我当时为什么买这本书呢 多少钱 55 我当时啊 我在甲方工作 市场部 接触到过 那叫设计公司 或者是创业公司 他们给我们做了一个动画 做广告 其中有一个是叫 那时候有一个电影 张艺谋的英雄 刚刚上映 特别的火爆 然后他们就用里边的那种片段 用Flash 画了一个 然后结合上我们的产品 然后做了一个创意 从那时候我才知道这个Flash 后来跟他们有接触 接触到过他们一个总监 叫阿牧 后来才知道人家现在是 是那个腾讯的一个总监 后来就没有联系了 那时候还用 用MSN还聊呢 是他给我推荐的这本书 我问过他 我想学学这方面的东西 我问他从哪开始学起 他跟我说可以从这个学起 我说你给我推荐本书吧 然后他就给我推荐了一本这个 这台台湾胭脂虎立柱 Flash4实权大补 对这也属于实权大补 还真别说 这本书还真有用 至少说对于一些针什么的 还是挺有帮助的 历史的印记 北京海淀图书城 电子科技书店 2002年12月4号 中午12点50 那说明是中午刚吃完饭 我记得我在那个时候 在一个李先生加州牛肉面 那时候叫美国加州牛肉面那吃饭 吃完饭顺便逛个图书城 把这个书买了 那时候美国加州牛肉面 李先生的价格是6块5一碗 现在是20多了吧 22了 那个碗面还是那碗面 牛肉块 牛肉的块数大小还差不多 那是6块5 现在20多 翻了三倍多 还有一个挺意思的事 还是关于这个 刚开始的时候 它是在金山 我跟他有联系 后来又过了几年 他去腾讯了 然后我俩还有联系 那个时候 他给我发了一个文章 一个链接 他问我 这是不是你写的 因为它上面有个书 书名是我 我说这是我写的 那本书 不是 那篇文章是 MSN和QQ的对比 然后他跟我说 我们马总说你这篇文章写的 说我很识货 然后我就说 马总 我说谁 我说哪个马总 他说马化腾 我说谁叫马化腾 然后他就感觉很无语 但那个时候 好像是2003年 QQ也没那么大 但是这伙计还是很厉害的 开始在金山 后来去了腾讯 他的作品我也非常喜欢 但是最近这些年都没有联系 看到这本书 突然想到了这点小广市 和大家分享一下 12分钟 再分享一个 这本书 网站重构 应用web标准进行设计 第二版 这个第二版是我买的 49块钱 第一版 我在上个视频中说了 这个第一版 我也看过 是在我同事那看的 我同事买了一本 他看完了 他跟我说 你看这本书 挺好的 能改变一些你的思维方式 后来我借了一个月 还是三个月 看完了 确实有很大收获 但是后来我又想 我还是买一本看了 那时候有第二版 给我的新同事看看 但是他们好像都看不进去 这是2010年6月11号 这是我 这时候我已经创业了 够于亚马逊 应该还是卓越 那时候还没在京东买东西 那时候好像还没有京东买 这是个书签 这个书签是杀戮地带 PlayStation3 PS3上的 那时候我还特别喜欢看这种游戏机电子杂志 那里边送一些特侃 还送一些盘什么的 这本书买了 基本上都没看 因为内容大部分都看过了 一个是这本书 还有一个是上个视频介绍的那个 精通外博 那叫什么DIV加CSS 那个就上个视频我着重讲的那个 那本书跟这本书 对我的工作 人生 不说人生 说工作 意义还是很重要的 它能 它帮助我往上走了一步 从思维上 还从技巧和功力上很不一样 看书确实是很花时间的 可能现在老了吧 好 这位同学的三本就到这 还有一些 咱们准备第三个视频再分享 现在是14分钟了 好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下次见